好多人好奇啊,韩江新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婚姻状态 今天我告诉你,她离婚了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生活 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女作家,她的个人生活也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 大家知道啊,韩江是1970年出生在韩国光州市,来自一个文学世家 她的父亲韩盛元是著名作家,哥哥韩东霖和弟弟韩康仁也是小说家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啊,韩江从14岁起就决定要成为一名作家 在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出之后呢 她接受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话采访 在采访中啊,韩江说呢,提到她刚刚和儿子共进晚餐 并表示呢,会和儿子一起喝茶庆祝这个喜讯 这个细节啊,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在谈起家人的时候啊,韩江只提到了儿子 而没有提起丈夫 有时候啊,她名人的八卦就是很吸引人的 作为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着一个女作家 韩江的婚姻确实引人瞩目 当这个获奖消息传出之后啊,我就开始好奇啊 刚刚获奖的时候呢,她提到了她儿子 后来她父亲的哥哥弟弟都是作家等等 就是没有提到她丈夫,对吧 我当时就猜测她可能是立仪状态 韩江结过婚吗?这不废话吗?是吧 她没结过婚,哪来儿子呀?这个吧,也不那么绝对 不信你可以了解一下咱们那古大美女啊 可能就是个例外啊,这有点跑题了啊,跑题了 其实啊,韩江的婚姻呢,一直是个谜 直到最近,一位出版社的人士透露啊 韩江啊,早已经和前夫洪永熙 这位文学评论家离婚了 这个消息啊,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韩国那家媒体啊,在韩江获奖之后呢 是想写一篇文章 介绍一下韩康的家庭啊,丈夫啊,兄弟啊 这种文学世家,韩江知道啊,就说啊 既然很久以前就和这个你文里边提到的 这个文学评论家洪永熙离婚了啊 如果被误认为是他的现任丈夫的话 那将是很大的耻辱,所以他要求纠正 大概就是藕断丝业断,你我是路人 这么个意思,那不知道他的前夫是否再婚啊 在韩江获奖之后啊,没有任何他的前夫的消息传出 只知道这个,吴永熙是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吴永熙呢,也没来蹭热度啊 我搜了一下,竟然是清晰大学媒体创意写作系的主任 哎,个人素养应该还是不错的啊 当然也可能他又组成了新的家庭,是吧 这要是写中国的网文,估计是这样的标题 离婚,转身我前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标题肯定能火啊 开个玩笑啊 那韩江在自然体小说《沉默》中啊 描述了他对生育的犹豫 在小说中啊,他表达了对带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这种担忧 他写道啊 我不知道孩子如何度过人生的艰难时期 我无法替孩子活这一生 然而呢,他最终啊,被丈夫的一番话打动 丈夫说呢,世界上有很多美味的事物啊 夏天的西瓜很甜 春天的有甜果 口渴时都是水也很甜的 你不想让孩子尝试这些吗 不想让他们听语声看雪景吗 这个故事啊,就展示了韩江对生育的思考 以及他如何被简单而富有失忆的这种情话所打动 尽管韩江最终选择了生育 但是他的婚姻啊,似乎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 韩国呢,是从2008年开始吧 实施离婚熟利制度后啊 离婚率整体呈现下滑趋势 截至2023年为止呢 每一千对夫妻当中啊 仅有1.8对离婚 去年平均初婚年龄呢 大概是平均男性为33.7岁 女性是31.3岁 那共用的9.3万对夫妇离婚 同比减少了8.3% 连续三年呈现了这个离婚减少的趋势 当然韩国有个特殊现象啊 就是所谓的韩国黄昏离婚 老年人离婚 这个现象近年还是引起关注的 反映了这个社会和家庭这种结构的变化 韩国呢,在2022年啊 它的总和生育率呢 降到了百零点七八啊 就是是全球最低的 这远低于人口的替代水平 就是2.1这么个水平 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高昂的教育和住房成本 以及激烈的就业竞争和韩国的 也是这种长工时的文化啊 当然也包括这个性别的不平等问题等等 这在韩江的作品中啊 也经常出现 所以晚婚和不婚趋势增加 年轻人呢 想保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很困难的 而且呢 整个韩国社会的育儿支持系统啊 也是不足的 当然啊 我相信韩江的家庭经济条件 即使他不是作家 在韩国应该属于中上阶层啊 这个判断很简单啊 能从事靠文字谋生的手段啊 这应该是有底子的 不然你很难兼致写下去的 韩江啊 现在呢 算是个书店老板 哎 你没听错啊 韩江和他儿子呢 一起在首尔中路区通郁洞啊 经营今日书店 这家书店啊 成了韩江获检后的焦点之一 很多粉丝和记者都来这一探究竟 然而呢 韩江呢 呃 选择了保持低调啊 他婉拒了记者会 并暂时关闭了书店 根据报道的地址啊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这家书店 这是2015年的图片了 看起来当时还是空的 看来韩江搬到这个书店 这个地址啊 是2015年以后的事了 啊 这应该是全往第一家发出来的 以后呢 到韩国旅游的朋友 可能又多了一个打卡地 特别是呢 文青 是吧 毕竟稀罕呢 你别别别服气啊 末将女作家 全亚洲就这么一个 啊 韩江的婚姻情况啊 就引发了人们对文学家婚姻的思考 事实上啊 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呢 离婚啊 真不罕见 我们看看一些著名的例子 呃 第一个是 加弗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啊 他是哥伦比亚作家 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那他和妻子梅塞德斯巴查呢 经历了短暂的分居 但最终的重归于好 直到他去世 第二呢 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他是法国作家 20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曾经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后来呢 和现任的妻子 重新找到了幸福 第三位呢 是多里斯莱辛 英国作家 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经历过两次离婚 并在自账中坦率地描述了 他的婚姻经历 第四是 马里奥巴尔加斯列萨 是秘书作家 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经历过一次离婚 后来和表妹结婚 这段关系啊 成了他许多作品的 灵感来源 第五是 艾利斯门罗 加拿大作家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经历过一次离婚 这段经历呢 影响了他的许多短篇小说 所以这些例子说明呢 文学家的婚姻生活 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事实上啊 他们对感情的这种敏感 和对生活的这种深刻的洞察 可能使他们的关系 更加复杂 同时呢 这些经历呢 也常常呢 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 让他们的作品呢 更加的丰富和深刻 对于韩江来说呀 他的离婚经历 可能也影响了他的创作 在他的作品中啊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他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对韩国社会的深刻反思 以及他对人类暴力 本性的探讨 本性的探讨 这些主题啊 可能就 呃 源于他的个人经历 然而呢 我们也要记住啊 作家的私生活呢 不应该成为评论 他作品的标准 韩江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是对他的文学成就的肯定 而不是对他 个人生活的这个评判 是吧 他的作品呢 之所以能够打动 诺奖的评奖人员和读者 是因为他们触及到了人性的深处 探讨了普世的主题 好吧 今天啊 我们也八卦了一下 韩江的生活经历 包括他的婚姻和离婚 都成为了他创作的一部分 但更重要的是呢 他能够将这些个人的经历 转化为更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作品 这正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作为读者呢 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本身 而不是过分纠结于他的私人生活 在获奖前后啊 韩江呢 一直保持低调 谦虚的低调 这还是让我心生敬佩的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谢谢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啊 请在下边留言啊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感谢支持 再见 拜拜